这绵恩呢倒好像没太注意到啊 看台之上人的心情 见着第一支剑啊 郑重把心并没表现出啊 这有多高兴 或者是洋洋得意的表情 这手啊不知不觉 又从剑囊当中啊 撑出一支凋零剑 认到了弦上啊 前把推台山后手拉弓弦 咯咯咯咯咯 这支剑呢就又射出去了 射这支剑呢 可和第一支剑就不一样了 因为这会儿啊 大伙都盯着他呢 倒要看看啊 这孩子他还能不能射中把心 刚才那第一剑呢 他到底是不是懵的 只剑这支剑呢 离开了宫山之后 他就好像长了眼睛 砰子一声又正中把心 您好 这里是啊 过节还在连更的昆仑流石书馆 欢迎您在这一时段啊 咱们一起聊一聊啊 这清代宫廷的故事 这出门在外旅游的好朋友啊 麻烦您在留言区 或者在宫屏上啊 告诉我一下 这景区啊 人多不多 对这件事情啊 我还是比较好奇的 再者呢 也是想提醒您一下 一定要注意安全 这踩踏事件呢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得嘞 几句闲言勾开啊 咱们书归正传 打今儿起啊 咱们正式的聊一聊 这乾隆皇帝的爱孙 皇次孙 绵恩 在留言区里啊 这好朋友给我留言了 说这绵恩呢 那无非就是命好 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哎 这人走石器啊 他马走标吗 就因为这绵恩的长兄啊 因为这个犯了这个乾隆皇帝的忌 结交了这礼部朝臣 为的呢 就是打听一下这皇孙忌统的事 这乾隆皇帝啊 心里本来就有个嘎的 他最看不起的啊 就是这个朱鸿武啊 也就是那个朱元璋啊 把这个皇位传给了皇孙 最后呢 才导致了静难之意 这个整个是中原涂炭呢 所以呢 这免德呀 这么一来 算是撞在枪口上了 一下子一撸到底 哎 从一个这个正经八本的这个郡王啊 变成了大一巴老百姓了 哎 虽然也不算大一巴老百姓吧 他有个专属的名词 叫闲散宗史 这乾隆皇帝啊 还是藤孙子 最后啊 还给这个免德 封了一个贝子的爵位 可是啊 这政治生命完蛋了 这免德呀 从来就没干过一件体面的差事 活着的时候啊 竟在这西陵 给这个皇祖雍正 和这个甄嬛奶奶守灵了 这免德的郡王衔摘了啊 这乾隆皇帝 对得起他们家 并没把呀 这个定郡王的王爵一脉废掉 而是啊 让这个皇祖孙绵恩 习成了爵位 这绵恩呢 是乾隆十二年八月十四日出生 是这个大个永皇侧附近 一儿跟觉罗氏所生 说实在呢 这姥姥家呀 他差点 这姥爷是谁呀 姥爷呀 是一儿跟觉罗明太 哎 就是个七贫小官 所以说这绵恩呢 想仰仗这个母族外戚的势力 那指不上了 这个母族外戚呀 没有什么实力 这就是原因 有人就这么说 说你看这个绵恩呢 他不长不敌 这母族的外戚呀 又没有什么实力 所以说呀 白捡了这么一个郡王的头衔啊 他怕被窝偷着乐去吧 要说呀 可不是这样 他那个皇上爷爷呀 早就喜欢这个孙子 只不过是啊 在这个绵德没有坏事之前 绵德的皇长嫡孙的光环呀 太大了 根本就显不出这小绵恩来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这世金子他总归要发亮 哎 就有这么一件事情啊 那这乾隆皇帝对这个皇次孙绵恩呢 瓦目相了看了 哎 这以后啊 咱们得改个这口头语了 这有朋友就提醒我了 说这个成语呀 是官不能这么拆开了说 那这到底是什么事呢 哎 说呀 有这么一天 具体是哪天呢 哎 这书上没写 哎 那是本什么书记录的呀 哎 是一本啊 这个当时代 也就是乾隆年节人的笔记记载的 这本笔记是谁写的呢 是这个军机章经 名字呀 叫做赵义 这笔记当中啊 是这样记载的 一日至张三营行功 上教舍 皇子皇孙以赐舍 皇次孙绵恩坊八岁 一一小弓箭 一发种地 再发再种 上大喜 御令再种一诗 赏黄马挂 果又种一诗 种 收工贵而不言 上大孝 却以黄马挂一之 仓促间不得小挂 则以大挂果之 抱而去 那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哎 其实啊 也不是很难懂 说呀 有这么一天 这华尔的鸾架 就来到了这个张三营的行功 那么说啊 这是哪一天呢 咱们不好算 但是啊 基本能推算出那是哪一年 因为这个冕恩阿哥呀 是乾隆十二年 八月十四日生的 所以说呢 这十二年啊 再加上八 那就应该啊 是乾隆二十年 这个文章里说嘛 这个棉恩那年啊 八岁 可是还得减去一 因为中国古人啊 通常只说虚岁 不说周岁 所以说啊 那年应该是乾隆十九年 那要是再具体点啊 应该就是八月节的前后 哎 因为是木兰秋显的时候嘛 那怎么就看出来是木兰秋显的时候呢 哎 因为啊 这个皇上住这地儿 就暴露自己啊 这个出行的目的了 他住在张三营行功 这张三营行功在哪啊 这张三营行功啊 在今天的河北省龙化县县北 龙化县呢 哎 您没听说过啊 就是那个董存瑞同志牺牲的地儿 这个行功建于康熙四十二年 这行功呢 这个位于这个木兰围场崖口附近 这乾隆皇帝啊 每年行为啊 是必住在此地 在此地干嘛呀 哎 休整一下啊 并且啊 还要封赏 宴请和自己一起行为打猎的 蒙古猪王宫 所以说呢 这故事既然发生在这儿 那不用问了 那惹定是啊 在这乾隆皇帝行为打猎的途中 这一天啊 这个乾隆皇帝和这些蒙古王宫啊 酒也喝了 肉也吃了 也乐喝了 于是啊 突发奇想 他就想啊 在这蒙古王宫面前呀 卖动卖动 显辈显辈 那显辈什么呀 当然是显辈自个儿这些孩子们的能力了 于是啊 就让这些皇子们战成一排 干嘛呀 笔射剑 要说起来呀 这乾隆年间 这乾隆的皇子们 有几位这骑射的水平啊 那还是真是不错的 你就比方说这五阿个永齐吧 那史书当中就有记载呀 说这永齐 无论是骑射 还是布射 都是出类拔萃的好 哎 这皇子们用的剑呢 和一般的这个兵丁和直官们用的还不一样 一眼就能分别的出来 因为这个皇子们用的剑语呀 是黑鸟语 哎 也就是黑的 这普通直官和兵丁用的都是白鹤语 哎 也就是白颜色的尾巴 这成年人使的剑呀 都是剑足啊 长三寸 剑杆长三尺 这剑杆呢 是这个白花木做的 然后啊 刷上这个珠漆 这种尺寸规格的剑啊 是成人使的 哎 也就是说是个大众的军队 谱发下来的这个军需物资 那这个皇子没成年 常剑用不了怎么办呢 哎 那就麻烦点了 这个造班处和五倍馆呢 就单本给这些年幼的皇子制作剑织 哎 就是看个人的拉锯有多长呗 这次教授活动的时候 这明恩才八岁 我估计啊 就这个拉锯啊 也就是在这个一吃九两尺二之间 可是啊 那这皇上啊 万万没想到的是啊 这八岁的明恩 站定在这启设台上啊 对准靶心 撑就是一剑 这一剑发出之后啊 是正中靶心 这会儿就有这拍马屁的太监啊 和这个蒙古王公 他想喊好 这皇上啊 就挥挥手 示意他们收声 那皇上等什么呢 皇上等这个小绵恩呢 他设第二剑呢 因为皇上觉得呀 这么小的孩子 而且呀 用的又是这么一只不足齿的小剑 八十步那正中靶心呢 哎 那应该就是蒙的 这明恩呢 倒好像没太注意到啊 看台之上人的心情 见着第一只剑啊 郑重把心 并没表现出啊 这有多高兴 或者是洋洋得意的表情 这手啊 不知不觉 又从剑囊当中啊 撑出一只凋零剑 认到了弦上啊 前把推台山 后手拉弓弦 咯咯咯咯咯 这只剑呢 就又射出去了 射这只剑呢 可和第一只剑就不一样了 因为这会儿啊 大伙都盯着他呢 倒要看看啊 这孩子 他还能不能射中把心 刚才那第一剑呢 他到底是不是蒙的 只见这只剑呢 离开了宫杀之后 他就好像长了眼睛 砰子一声 又正中把心 好家伙子 这一下子可不要紧呢 这教场当中的几百人 立刻就是一个长相 有叫好的 有鼓掌的 这乾隆皇帝说 哎 免恩你过来一下 这免恩呢 赶紧跑到皇爷爷身边呢 把小弓箭放到一边 冲着这个皇爷爷是倒身下拜 这乾隆说 你还能不能再射中一箭 如果你这一箭再中红心 那朕工我呀 就赏你一箭 黄把挂 这免恩呢 也不见惊喜 也不见慌张 向上磕头 嘴里就俩字 领旨 再回到这箭台之上啊 这教军场里 可是一点声都没有了 静的呀 好像掉一根针在地下 大伙也能听得到 只见这免恩呢站在箭台上 不慌不忙 拿出一根箭搭在弓弦上 也没见他怎么瞄 这后把拇指一撒 这弓箭又离开了弓弦 打闪认真一般 砰 又正中靶心 哎呀 这会儿这蒙古王宫啊 算都忙起来了 有喝彩的 哎 有敬酒的 也要在这乾隆皇帝面前呢 拍这个免恩马屁的 哎 说这个小皇孙呢 这个设计高超 要说这会儿啊 八岁的孩子嘛 既然这个皇爷爷婴了 射中红心以后啊 赏黄马褂子一见 那么必然是昏和雀跃 围着这个皇爷爷 要这架黄马褂 哎 可是棉恩他没有 这棉恩呢 我这皇爷爷身边一跪啊 他不言议了 这俩眼呢 眨巴眨巴的 就看着乾隆 说实话呀 这会儿乾隆他为难了 这皇马褂子要说呀 他不是轻易赏给别人的 那通常啊 都是有战功 再者呀 这话要说回来了 还别说呀 比这棉恩大一点 和他同辈的棉德 没赏过黄马褂子 就是他那些叔叔 哎 郑公我的那些皇子们啊 也多一半都没赏过黄马褂子呢 这乾隆皇帝这会儿 耍开小心眼了 他就想啊 这棉德呀 是围着我 这一喊一闹的 要黄马褂子呀 这郑公我的 就趁乱跟他说 哎 咱们回宫再说吧 那么这事呢 就差过去了 谁想这棉恩呢 跪在这一动不动 抬着眼看着他 这他也不说话呀 别人也就不说话了 都抬着眼看着皇上 也就啊 这静静的过了 那么三五秒 这皇上憋不住了 啪哧乐了 没办法了 那嘴里呀 就一个字 那赏吧 这一下子 这一下子跟着出来 行为狩猎的内庭总管 就着急了 哪有那么现实 给八岁孩子 穿的黄马褂子呀 于是啊 就找了一间大人的 把这个棉恩呢 忘了一股 给爆出去了 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 这棉恩八岁 靠自己的设意 从皇上 讨来黄马褂子的故事 这棉恩的故事啊 他可还没完呢 不着急啊 咱们这五一节期间呢 咱就算跟他吊上了 咱们明天 接着开书 接着讲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 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还请您关注点赞 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拜拜